请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还有订阅我们XO23的YouTube频道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XO23 Wedding Events的Soye Kim 在Elly的团队里呢 我们是一名wedding planner 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婚礼上五种食物的呈现方式 那食物在每一个婚礼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往往也是比较多人会在意的一个部分 那在花园式的婚礼上 可以有哪些食物呈现的方式呢 那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们在花园式婚礼常常会看到的 Buffet Style啦 那这个方法呢 所有的宾客是需要去到Buffet Line那里 去取自己的食物的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不够好看 或者是不够大体 那其实并不会的 整个Buffet Line也可以去布置得很精致 配合你整个婚礼上的那个主题去布置的 那被安排在VIP桌的贵宾以及新人们呢 他们将会由Catering所安排的服务员去招待 以及送上食物的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婚礼上的气氛呢 是比较轻松自在的话 Buffet Style是你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自助市除了是将所有的食物摆放在Buffet Line之外呢 他们还会有另一种食物的呈现方式 就是Hocker Store 那Hocker Store主要就是以一个个档口的形式去呈现出不一样的食物 那我们可以分类成烤肉区 甜品区 主食区 沙拉区等等 那宾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口味 去享用自己想要吃的食物 接下来呢就是Bankret Servant Style 这种形式呢就是将食人份的食物放在桌子的中间 让你的贵宾们去取自己想吃的份量 那这种形式呢 常常我们会在酒店啊 或者是餐厅的婚礼上是可以看到的 通常呢是以圆桌的方式来呈现的 那第三种呢就是Sharing Platter Sharing Platter它会以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来呈现食物 那首先服务生会将几种不同的食物摆放在餐桌中间 让宾客们去分享 而主食方面呢也会有服务生为每一位宾客送上 那Sharing Platter可以说是在每一个餐桌上设置一个mini buffet 那以这种形式的话呢 宾客就不需要自己去排队领取食物 最后一个形式呢就是Individual Servant 这种形式呢就是将每一盘食物都精致的摆盘 然后再一盘一盘的送到宾客的面前 那可能你觉得这个形式只适用于西式的料理 其实中式的料理也是可以用Individual Servant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如果你要将中式和西式都合拼的话都没有问题的 一场婚礼到底要怎样去选择食物呈现的方式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先要和家人以及你们的另一半先沟通和了解 整场婚礼的形式到底要怎样再去做决定哦 那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婚礼实物呈现方式 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比较心仪或者是理想的方式呢 那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婚礼上的小知识的话 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还有IG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不要忘记打开你的小铃铛和订阅我们XO23的YouTube频道哦 如果大家觉得我刚才的分享有帮到你们对婚礼上有多一点概念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和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